朋友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io 今天要來看阿柯婷C隊對場台灣B隊的對決 這場比賽是白鷹聯賽 那就不是主賽事裡面的賽事了 台灣B隊的成績目前來說看起來還算不錯的 很有可能可以在白鷹聯賽裡面拿到比較高的名次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綠色 綠色是選擇薩拉森人 薩拉森人這個文明在前期來說經濟是比較悲催的 後期也是 但是他的前期四場的造價是非常便宜的 只要75木頭而已 弓兵部分在前期有一個強大的破城門的效果 因為他的弓兵對建築物有傷害 有外傷害的部分 所以打木牆、石牆的傷害都很高 所以薩拉森來說打前期牆是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由於經濟上容易輸對手的關係 弓兵數量很容易打不贏 所以常常薩拉森這個效果是發揮不到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青色 青色是選擇了孟加阿倫 孟加阿倫船戰的話一定是走相公路線 海戰部分雖然船進入回血算是不錯的buff 中後期可以打這個生旅相公的作戰方式會比較適合他一點 接下來來看這個bisovia bisovia的話前期的弓兵非常強大 而且攻速是這個遊戲裡面最快的弓兵的射速 而且還有免費的常用兵升級 那經濟上面每升一個時代都會加100mg 所以也可以補到一些經濟 還算不錯的一個經濟加成 那isovia這個文明的話算是蠻強勢的 後期還有這個投射器科技可以用 可以讓他的這個金冠點下去 火炮頭車巨頭都有這個爆炸的效果 讓這個弱彈範圍變更廣一點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他的隊友選擇 外加蒙古 外加蒙古的話前期會比較難受一點 因為蒙古前期只有這個打獵加成 那通常單挑的情況上都是打落馬的一個為主 那如果是打工兵團戰外加的話 他的前期會比較難受一點 雖然打獵速度很快 但是他其實就只有這個經濟加成 後面就沒有經濟加成就比較難受一些 而且蒙古的話是主要是打馬公才會強的 那馬公這單位的話要到城堡時代才能打 所以要怎麼活過封建時代的 就是一個對蒙古外加來說是一個重點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台灣隊選擇的一個選擇 台灣B隊選擇的日本 日本這邊打算打裝甲塔的樣子喔 日本都已經開始按棒棒了 很有可能是按三棒棒喔 果然 因為打日本這個文明的時候 願攻速加成實在是有夠快 你出到三隻棒棒之後等裝甲 傷害力十足 基本上就是你出三隻等於是出四隻的攻擊力 是一樣的 日本的前期的裝甲就是這麼的強大 而且基本上在封建時代工兵出來之前 裝甲想砍誰就砍誰 沒人打得贏他 可以這樣說 而且對方就能出路馬 出這個肉馬開局的話也會被克制住 至少要到 四到五隻或是五到六隻以上的肉馬數量 才能砍一隻三隻裝甲 所以這個台灣B隊的一個 米奇大師的日本衝鋒 這個步兵衝鋒裝甲是非常有這個價值的 接下來看一下這個黃色 黃色是選擇驅著羅倫 因為羅倫的話打這個駱駝跟殺騎馬來說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駱駝還有這個增傷的部分 打這個遊俠或是對方的駱駝都有一個不錯的傷害 基本上算是團戰來說也是不錯的文明 接下來看一下這個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的話就是我們最知名的192遊俠 而且經濟補片強大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那再來看一下外加的是馬來 馬來這個文明老生時代輸入有夠快的 所以他大部分時候會打一個跳時代打強烈的方式 那看情況適時的轉出一些大象來 因為馬來大象是全龍系裡面最便宜的 但是相對來說他的大象也是最薄弱的 很容易就是因為只有異防的關係 很容易就被弓兵給射爆 都是有可能 好這邊有一隻赤猴已經看到這邊 村民 但是這邊赤猴好像沒有卡號 要趕快到前方去卡他的位 台灣B隊能第一時間拿下這隻村民嗎 這邊有赤猴過來救 但是沒有卡到 尷尬 這邊赤猴過來是卡下 哇阿卡也是救到咧 哇阿根提斯基隊這邊打得不錯 我覺得台灣B隊米奇大師這一手有點落差了 這應該是能卡得死的 但他這個赤猴好像沒有一直在往前面去做卡位的動作 所以導致讓這個村民可以一直走動 所以他一直追到他後面一直在砍他 反正讓後面的步兵完全追不到 這邊基本上步兵是可以追到村民的 我們看一下步兵的跑速度是多少 步兵跑速是0.9 村民的話是有0.8而已 畫一個0.1的跑速 所以已經是能追得到 只要你在前面卡得好他的前進路線 通常是可以只靠民兵去把對方給做掉的 好那米奇大師這邊是現在才點下封箭時代 所以裝甲部分還需要一段時間 那蒙古的部分呢早就已經點下射箭場了 而且這個工兵也已經按下去 這邊台灣B隊日本這邊升級速度稍微慢了一些 那這個部分喔 待會看到工兵出來 可能就不會點下裝甲的升級了 那這邊裝甲要不要升級就要思考一下了 原來日本這邊如果不升級裝甲的好處 是可以馬上點下一級木一級農 讓自己的經濟再更好一些 那不然如果先投資這140都下去的話 可能會有點糟糕了 會讓自己的經濟會更慘 而且又有可能會打不到東西 所以裝甲部分要不要升級喔 是一個 值得思考的一件事喔 好那這邊 這邊居然 被村民打死這個刺猴 我在想說 欸這個會不會被戳爛 結果真的被戳爛 欸我笑出來 好 你其實阿斯這邊打得還不錯 那我們看一下左邊馬來 馬來這邊的漁船 似乎海戰打輸了 那馬來人的海戰的話 其實是有優勢的 但這個優勢要到城堡時代之後才會出來 因為他只要點下這個銀罐之後 有這個海戰霸主的能力喔 碼頭會自動射箭 就跟一個海上劍塔沒什麼兩樣 非常的好用 那馬來這個前期的部分的話 漁船還是要稍微顧一下的 那馬來的漁網有這個三倍漏量 所以說他的後期 只要有拿到漁池 他的這個經濟來說都是非常好的 基本上不用撒田 再用這個漁船去捕魚就好 所以馬來的經濟成型來說 是比其他文明還要更快一些些的 因為其實玩馬來的話 有打這個大漁池的地方 其實是可以不用撒田 但是為了安定性 還是會先打個一圈田 肉類的安定性 因為你有可能漁船會打輸 有關海戰打輸 你的後面漁堂全部sick by 之類的 所以導致馬來經濟會不好 所以很多玩家 不管是什麼情況 還是會先在TC附軍撒一圈 避免會斷村 那最好的情況下 還是以這個海上的捕魚為主 所以馬來來說的話 是一個不虧的選擇 好 接下來日本這邊 轉出自己的小工 那日本的工兵來說 也是不錯的 而且也可以打馬工 如果都是打馬工的情況下 對日本不利 所以日本這邊 還是會走一個步工的路線 馬工不太可能會走 好 那阿甘提西隊這邊 繞了一堆小工進來 若子小工直接鎖掉了馬雷之金 哇 少爺這邊有點被控到的感覺 因為現在少爺是一個人擋兩個 羅莉一個人法蘭克 專西農 該捕魚的有捕魚 然後經濟也是跑得還不錯 那看起來這邊羅莉可能還要 不是羅莉啊 這邊少爺可能還在等一下 這個DAI馬雷 馬雷的話這邊再撐一下 要打兩個 應該是要撐到城堡時代之後 隊友才會來幫他了 那目前隊友第一時間是往右打 也沒有去幫隊友 這邊是選擇了一個3E分推 直接來支援 那讓這個去的羅倫KW 更好的一個發揮時間 他這個經濟龍的時間更長一些 那這邊其實羅莉法蘭克是有在出這個冰島 那米奇拉斯這邊一個黑跳城好像成功了 哇沒想到這邊讓黑跳城成功了 我想這個棒棒轉小弓可能會有點 跟我們太上這個慘 如果他如果直接黑跳城的話 那這個就沒問題了 黑跳城這個戰術在阿拉伯單跳來說是蠻常見的 也不算常見啦 以前很常見啦 現在沒那麼常見了 因為現在META的關係 打這個黑跳城很容易失敗 好那這邊果然還是有點半失敗了 這就是我說的失敗情況 真正的黑跳城是讓對方 沒有辦法進來到你的領地做騷擾的 那這邊工兵直接一進來之後 這邊的防守成本就會拉的更大一些了 那台灣B對米奇拉斯這邊 可能會產生到經濟的一個控制 那這邊可能會直接沒有呼吸嗎 很有可能 這個好像在十一村喔 哇 米奇拉斯的村民只剩下25村 數量是台灣B隊第二少的 最少的是這個DAR 少爺的村民數只有21村 更慘 然後台灣A隊 台灣B隊現在感覺是超級大烈士的狀況啊 那阿根提C隊這邊強攻打得非常漂亮喔 這邊的伺候一直有在繞 而且工兵也是一再走 這邊出了幾隻槍槍 長官兵過來 但是工兵要過來靠近 趕快跑趕快跑 KW好像沒控好 工兵戳馬 戳不到 哇這邊控得很好 OK直接繞開 好然後這邊再回去 不過又要再被抓一次 米奇拉斯這邊沒有在控 完蛋 他這邊在努力在補動喔 所以沒有時間低時間控好 好工兵再直接再按一下 現在要撐 現在有時代的優勢在喔 但是沒有經濟啦 沒有經濟之後 可能要稍微等一下喔 要去點這個二級射 好那這邊 卡班隊 現在是非常大烈士的情況喔 馬來前面的魚池騷擾也沒有成功 魚池沒騷擾成功之外 家裡又被一堆工兵弄到生活無法治理 那蘿莉這時候 肉依把自己的刺猴過來營救一下隊友啦 那少爺這邊防守已經出現了巨大漏洞 這個木牆直接被打了進來 那目前看起來台灣隊是非常慘的 好那這邊終於點到了城堡時代了 好那去著肉依也點到城堡時代之後 待會可能要靠他一打二喔 甚至要一打三喔 才有可能把這個戰局給扭轉回來 台灣隊很明顯是非常落後的 而且這個落後的 這個經濟落後是非常明顯的 你看這個分數 直接落後五百分啊 這樣遊戲總分也才兩千分 就直接 直接落後五百 這個很巨大 台灣隊要是能打回來的 那真的就是後期的硬實力相當厲害了 好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好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好這邊終於射了進去 射進去之後裡面等的是三隻沙奇馬 三隻沙奇馬直接上來 還有一隻落頭在後方 我覺得落頭這邊要稍微控一下 但沒有關係 沙奇馬直接把這方赤頭咀嚼掉了 好 沙奇馬直接無情輸出攻兵 全部收光 那左邊這個部分 哇 少爺這邊又在收穿一次 但是這邊進去他只能躲五個人 這裡有七個人在挖 結果這七個人有一個人直接慘招被射死 那後面這邊有更多的伺候過來 想要來解 那蘿莉這邊的第一時間救援 失誤還是幫到了隊友 好 那伊索比亞這邊攻兵依舊在出炮 但城堡時代也快要點上了 那這邊其實是有稍微少少斷弓兵的 這個弓兵數量很明顯 他剛剛是有斷弓兵 然後去撒田 去補下經濟的部份 好 那所以目前稍微 這個時間點是法蘭克 這個蘿莉的時間 那伊索比亞這邊 待會轉奴兵之後會更強一點 我想一下這樣子打台灣 基本上少爺已經算不算是佔 應該沒辦法算佔力了 待會只能靠法蘭克一個人打兩架了 好 那對手薩拉森 直接出騎士 而且沒有選擇打駱駝的一個走勢 那不打駱駝的話 對他來說 在前期的一個威射力 也會比較好一點 為什麼我這樣講 是因為對方的一個 這個叫什麼 對面有弓兵的情況下 是會比較好打一點的 因為如果你出駱駝 很容易被對方弓兵給射爛 但是如果你出駱駝的話 雖然是可以打贏對面的殺騎馬 但是駱駝也不一定打得贏 所以要這邊選擇出騎士的話 我覺得這個考量是不錯的 因為一百百說 薩拉森都是要打駱駝的 既定印象是這樣也沒有錯的 但這邊殺騎馬的數量實在是太多了 這個賣的話 基本上可以把他當作是驅逐輪的騎士 那對方如果出騎士 你出駱駝當然是康德他沒錯 但是如果你出太多駱駝的話 又會被對方的弓兵跟駱駝 對方的駱駝還有這個傷害加強 那不如直接出騎士 騎士的遠方更高一點 抗這個弓兵箭矢也好一些 而且打殺騎馬也比較容易打得贏 那我覺得這邊是 阿冠廷C隊做的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細節 沒有直接出駱駝 那順帶一提沙拉生的駱駝 血量是全球系裡面最多的 所以他這邊轉一個騎士是不錯的 但是這邊數量可能也不能按太多 這邊數量太多的話 到了帝王時代 那個騎士的四面法升級到重裝騎士了 這是對沙拉生來說是一個比較難打的一點 所以我覺得沙拉生的文字很難玩 他要轉什麼都不太好轉 好 目前看起來台灣敵隊的一個打法算是有給到對手壓力 但是沒有打到任何的一個破口 要直接走這個門進去喔 有點可惜喔 他這邊又往右邊繞了一圈 其實剛剛在這邊的時候就應該要直接 過門進去嘗試看看 但由於可能這邊是因為 剛剛敏奇大師的攻兵數量是非常落後的情況 所以不敢直接射進去喔 因為對方攻兵數量是很多的 那我覺得如果你既然都是要打強攻路線的話 不如就嘗試看看喔 Check check一下 看能不能打到一點東西 好 那蘿莉法蘭克大量的一個騎兵直接淹了過來 這個是用法蘭克大量的一個經濟狀況 才可以這樣淹過來的一個做法 那這邊法蘭克直接打過來 第一時間能把這個牆給突破進去嗎 似乎有點困難 後面還有一些戰團做拖延時間的動作 那這邊騎士直接硬砍掉這一戰團之後 直接選擇了撤退 好 那台灣B隊左側來說是比較難受一點之外 右方來說算是有一個強攻路線 那稍微現在目前要把家裡附近的插滿整個箭塔 要來做防守會比較好一點 那待會這邊找個機會看可不可以插城堡 把這個主機拿回來 算是對他來說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課題 接下來就要來看一下台灣B隊的一個轉折打法 這邊的轉折要怎麼打呢 對他來說是不太好打的 好 努力這邊拉了夜黑騎士 要來幫忙解一下這一波的攻擊 這邊有大概20幾隻 如果只要超過20隻的工兵的話 就可以啟發射兩下 可以設置一隻騎士了 好 但這邊轉一個小... 後面的工兵過來做支援 這邊哨也看不到要第一牆喔 這樣隊友可以直接走進去 這邊好像沒有看到 尷尬這邊選擇撤退 沒有選擇第一牆 欸這邊自爆船 嗚~~ 嗚~~這邊很危險啊 好 抓到了嗎 欸欸 自爆船 呵呵呵呵 喔 這邊蘿莉也是有空喔 沙靈被炸到了 好 這邊要決定來前線蓋寶給壓力了 那這根把我下的還不錯 但我覺得可以再推在更裡面一點點 推在前面的一個位置 這樣子右邊是會守比較住 但他可能是想要主要守這個金礦的部分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蓋這個位置會更好一點 這邊城堡在這裡 然後曹光營地在這裡 會更好一些 而且威瑟力 這個城堡的箭矢威瑟力會再更遠一些一些 好 那這邊終於起來一個箭塔 三九一根箭塔是不夠的 好 那這邊傻奇馬過來也順便來移救一下 兩邊馬國直接來救左邊 奧野的部分 但是現在問題是對方一手蓋是三TC 開農 光營只是在拖延時間而已 這邊拖的時間已經夠多了 自己融起來時間也是OK的 目前感覺 但這個血量來說已經輸了一千兩百分 好NB隊感覺現在是非常落後的情況 那裝甲戰將 這個裝甲戰將目前有那浮掉了 但這個血量怎麼看起來有點多 可是變一百八十滴嗎 這個應該是舊版的 他們打比賽的時候是還沒有改版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好像是美 3月11號 3月11號 3月11號是改版後了 喔他是從220改成200滴啦 我還以為是180欸 欸是嗎 有點忘記這個裝甲戰將是改多少滴血 等一下我可能要跳出去看一下 好 那蒙古這邊依舊還沒有轉出自己的馬弓 顯得有點尷尬 在這邊轉馬弓的話不確定會比較好 那我覺得是應該是比較好吧 因為轉馬弓的話他有這個攻速加成 但是弓兵卻沒有 一般的弓兵是沒有吃到這個馬弓的攻速加成的 那如果要打馬弓的話 數量上可能要再注意一點 而且還要轉這個品種啊 跑速之類的 好 那對頭這邊薩拉珍結轉出了大漢洛 直接絕地大反攻 那這邊還有搭配一些騎士喔 喊路來說算是一個不錯的搭配 所以既可以對 左邊這邊是怎樣 左邊這邊 這邊大量孟加拉大象直接開出來 這邊不是走相攻 而是走大象路線 那孟加拉大象喔 還有這個 減少額外傷害的效果 所以對於這些弱索的傷害喔 打這些大象來說也沒那麼痛 草蜂兵也是 所以這算是孟加拉大象來說 一個很好的效果 而且孟加拉大象還有這個抗招響能力喔 減下派科技之後 大象的攻速又可以增加20%喔 所以孟加拉大象來說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相攻來說是更綜合一點喔 那我覺得這邊打法非常不錯 那如果孟加拉這邊後面喔 再配幾隻生米在後面補血喔 或過一個招響動作 對他來說是一個更好的一個戰術喔 好那孟加拉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大象直接開頂頂的過來 那後面 現在法蘭克騎士騎士騎士沒法抵過大象的喔 大象是有點counter騎士單位的喔 那這一波進攻看起來 台灣隊是全敗的一個狀況喔 那目前 阿根體C隊是全面進攻狀況 台灣隊可能要趕快建立後面的防線了 這邊沒有趕快建立防線的話會馬上直接GG喔 會完全守不住的一個狀況 但台灣隊現在其實也沒太多經濟可以做防守 連正面前面這一波的一個經濟 強弩喔 都有點打輸了 哇他這邊沒有直接上去硬射耶 沒有選擇撤退喔 好那這邊好消息是這個城堡建起來 就可以稍微有一個金礦可以挖了 那中間這一波的防守是很困難的 那這裡可以嘗試按幾隻自爆船 升幾下自爆船 然後去炸個大象一波 可能會比較好 那這邊有沒有升大象的 啊升這個自爆船喔 都沒有再升 現在第一時間要抵抗對手過來喔 最好就是直接升自爆船 好 那這邊升到帝王時代的是米西大斯 那屈弱羅倫跟法蘭克兩家都已經升到帝王時代 那目前法蘭克這邊190遊俠也已經點出來了 但是190遊俠可能對打大象還是比較難打一點的 看一下這個法蘭克要不要轉一些級兵喔 那屈弱羅倫的話是不太適合的喔 屈弱羅倫還是要打駱駝 所以法蘭克這邊待會轉一些級兵來說的話會比較好扛正面戰場 那右側由於目前米西大士的綠人士還在升時代的關係 所以是有點難升到時代的 那這邊帝王時代可能要被點掉了 哇這邊強姆射得非常快速 米西大士升時代的夢想被摧毀 而且他沒有其他TC可以做升時代的動作 這邊台灣敵隊陷入一個非常巨大的劣勢 連時代都升不上去 巨慘 好大象直接往左邊硬開沒有過河 非常的聰明 這邊過河是有風險的 好那這邊馬來點下了海上霸主的科技 想要讓碼頭有這個射箭的效果 那這邊大象192遊俠似乎是不敵 鳳加拉大象的 鳳加拉大象攻擊速度快之外 坦度又這麼強 額外傷害減少又很低 對於打遊俠來說也是綽綽有餘喔 這個大象真的是 永如中世紀坦克的存在 好你看這個遊俠多麼的悲慘 192遊俠根本就變成小朋友啦 變成小弟弟按在地上打 這樣都是192遊俠晚年世界 結果現在現在變成大象點爆他 好那我們恭喜阿哥廷C隊 拿下了這場第一勝的比賽 阿哥廷這隊打成真的是蠻漂亮的 前面的一個進攻防守 也對足夠對台灣B隊做到一個蠻大的壓力 那左邊這邊的破口打進去也是非常漂亮 那我不確定是不是這邊決策出了一點問題 或是少爺的一個防守 的一個想法有點出了一點決策上的小小問題 那一開始他這邊陣進還是差的非常漂亮 但是他家裡是沒有下射箭場的 那如果這邊少爺如果要做得更好一點的話 可能就是海戰第一顆打樹的時候 就要稍微放棄喔 然後馬上轉出這個射箭場 然後轉這個戰毛 轉這個毛兵稍微擋一下 當然讓他前期的一個經濟運轉會更好一點 因為如果真的前期打樹海的部分 你要再硬打回來其實有點太傷精氣了 有點太傷了啦 那你不如就直接到後方 去轉出自己的馬來的這個漁船的足跡就好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喔 那不一定是正確的 那因為我剛剛看他前面喔 這個少爺這邊 真的投資太多單位在這邊 導致他路面上喔 完全沒辦法打贏對方的這個工兵喔 當然伊索比亞的工兵攻擊速度快喔 本來就很容易打贏喔 那我個人認為 如果有一些戰毛來手的話 可能也不會讓羅力喔 或者是這個KW 要花太多兵力過來救了 那救完之後 導致他們的這個進攻節奏一直被拖慢 沒辦法好好的對伊索比亞造成傷害 或者是對右邊喔 做成一個一個大規模進攻動作 可能都會有點被delay到了 這是比較可惜一點的部分 好那我們就繼續來看一下下一場比賽吧 好的遊戲來到台灣B隊對上阿根廷C隊第二場比賽喔 那第二場比賽是選擇了這個游牧的地圖 游牧地圖 這張地圖來說是對台灣B隊是非常有利的喔 因為台灣隊喔 整天都會打游牧 每一次就會打游牧 24小時都會打游牧 他們除了游牧之外我不會打其他的圖了 我說他們私底下在玩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不打一下其他的 就是內戰永遠都只有游牧喔 大家可能覺得阿拉伯太硬了 玩起來不夠娛樂喔 確實是這樣子喔 我也這麼認為 但是我個人認為還是 可以多練一些阿拉伯 我覺得如果台灣隊平常有練阿拉伯的話 硬實力的部分可能會更好一點喔 我覺得現在台灣隊還是有點偏娛樂性 當然這裡也沒辦法強迫大家去練阿拉伯啦 因為畢竟大家都是打好玩的 這次也是喔 可是台灣B隊 我覺得台灣B隊如果再認真練一下 可能可以有機會進行主賽事的部分 我覺得好像是有機會的 但沒辦法 因為大多社會人士喔 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而已 沒那麼多時間可以玩 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那我們的少爺喔 也是自己在創業喔 所以他可能 身為一個老闆喔 然後又要再打西帝國 可能對他時間上來說也是不夠多的 所以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伯根帝喔 那伯根帝這邊是選擇了這個開局 欸我們台灣隊選伯根帝 嗯 伯根帝這張圖的話最強大的地方 是他這個馬上清裝騎兵喔 直接一個樹直城 然後挖石頭上城堡 然後點清裝騎兵 做一個壓制會比較好 那橘色選擇的是這個 馬力喔 馬力的話是後期文明喔 彪悍精神騎兵非常強大 那這邊的開局位置喔 旁邊是有一個伊達利人的喔 所以這邊可能沒辦法讓他舒服到的後期 所以待會喔 馬力要打的話可能會比較難打一點 那接下來看一下紫色選擇的是 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的話虎槍兵非常強大 雖然我覺得順便選擇西帕亞更好 但在油木來說 西帕亞來說是已經是會被ban掉的 那土耳其來說算是有點取代 算是取代西帕亞的一個位置 那這邊敏奇選擇了圍巾 圍巾的話基礎經濟是全遊戲裡面最好的 免費的輪走技術 而且海戰的部分還有這個圍巾大戰船可以做使用 那我各位認為圍巾來說是我一個很喜歡的文明喔 雖然他的後期能力也不太好 沒有火炮啊或是一些馬都很難打 基本上只能打工兵 那工兵又沒有拇指環 所以到了後期的他的影響力會越來越不弱 基本上能打人的狀況像都只有城堡時代或是帝王時代初期喔 所以這個來說我覺得是非常難打的 好接下來看一下這個我們的阿根廷C隊喔 選擇的是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的話後期比較適合 那前期目前對上台灣兩個家的狀況下 我覺得波西米亞是相當劣勢的 因為波西米亞前期的一個抗敵野的能力其實是不太好的 基本上只有戰車喔可以稍微擋一下喔 但是也沒辦法打對方的遊俠 打對方的騎士喔 沒錯 所以他的一個前期打法喔 還是主要拼向挖石頭出戰車 然後按生理的狀況喔 這個時候你要去按工兵去打對方的話 不太可能打得贏喔 好那這邊是 欸這個米奇大使在上方 那是紅色是誰 紅色是李恰 立陶宛的話也是偏後期文明 需要點生物喔 才可以讓烈堤士的攻擊力往上提升 那立陶宛前期有個細節喔 就是他可以早點升時代喔 因為一開始會提供150肉的關係 所以第一升時代的通常都是立陶宛 那立陶宛這個文明 只要早期可以升到風劍時代的話 就可以第一時間出戰場去燒對方的旅船 所以立陶宛比較偏向於 風劍時代去針對對手的一個打法的一個動作 那後期再慢慢農出烈堤士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那接下來是越南 越南這個文明前期來說並沒有什麼太大特色 但是他的工兵來說算是不錯的喔 那我覺得越南算是普普通通 在遊牧來說沒有太強大的一個能力喔 好那義大利來說 義大利海戰的部分也沒有特別好 雖然有科技的減免喔 漁船有這個折扣 那陸戰的部分算是不錯的喔 有這個勒奈亞弩手 剛才對方的騎兵來說是非常好的 但義大利人我覺得還是可以打一些騎兵啦 騎兵加上勒奈亞弩手工兵路線都還不錯 但我覺得現在這個局勢看起來 這個義大利人的發揮空間 並沒有那麼寶闊 因為羅莉這個文明算是走這個騎兵路線沒有錯 當然前期來說是對義大利人來說是有利的 但是米奇拉斯是選維京的情況下 而且還有這個西班牙人 不是西班牙人 不是西班牙人 土耳其人 火炮術是有效克制義大利人的 這個有點太太中後期大後期了 那我們就不先討論 但可以果斷的說 義大利人在封建時代至城堡時代 這段時間是非常有利的 還有帝永時代初期 所以整個有利的時間相對來說是偏長的 那目前看起來台灣B隊 只要這一坨群聚戰有打贏的話 基本上問題就不大了 那我覺得這邊群聚戰來說是對台灣隊有利的 那只有一個人 是這個安康廷西隊是在這個位置開局的 那其他三家都是有一個聯訪的概念 但左邊羅莉一代對左邊算是一件好事 有點在把他們包起來打的感覺 那以圍棋的角度來看 台灣A隊是稍微有點包圍住對手的概念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稍微加速一下 那我們盡可能把影片濃縮在一部影片裡面 所以有時候地方我們會稍微加速 那海戰部分我們就稍微看過一下就好 那海戰部分 欸怎麼沒有人在打海戰啊 還沒有封建時代是不是 前面講解太久了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立陶宛這邊升級 立陶宛這邊升級是不是蠟茶 沒有第一個升到封建時代 可能沒有找到野軍之類的 所以升級慢了一點 好 那這邊Poshimia看到自己家裡被圍起來 選擇了一個塔弓的一個作戰方式 這邊選擇了軍營跟箭塔 起了起來 好那我們台灣隊 立陶宛這邊也是對對方插了箭塔 那右邊有挖石頭這邊沒有看到嗎 這邊想要直接來硬拆箭塔的部分 原建塔能成功 拿下了嗎 在這邊村民已經貼了上來 第一時間還是被鑽了這個屑 Holy屑 這個建塔看起來是起不起啊 後面這個建塔要硬蓋有點困難吧 這邊直接村民一過來A就A掉了 他們立陶宛有點硬要 好那兩邊打起來的一個結果 我們感覺台灣隊是稍微劣勢的 目前是一家換一家啦 但這根建塔稍微有點騷擾到這個KW了 KW這邊建塔也是硬換 然後這邊下面直接做一個開打 那米奇達斯圍巾這邊也是跟左邊的立陶宛 做一個建塔對射的動作 但很可惜喔 這邊米奇達斯沒有第一時間把這個建塔往外插 這邊建塔的位置是相當不利的 因為這邊只要被插到黃金處 基本上就是虧了 好而且對方這個建塔還是為好為滿的 沒辦法拉村民賊去硬拆掉 這邊要不要考慮放村民進去喔 因為他這邊的話是沒辦法放村民進去做射擊動作 但如果這邊放村民進去的話 會勢力影響到三村 四村的這個射箭的經濟喔 所以他這邊不選擇放村民進去也是OK的 那看要不要轉工兵出來啊 或者是直接上直層也是一個選擇 畢竟米奇達斯選的是圍巾喔 圍巾這邊上的時代來說是 壓力來說是相對小了一些 好那左邊看起來 義大利隊的確 義大利這個文明喔 的確是稍微給到一點壓力 但是這邊 瑪莉羅莉已經升到了城堡時代 那這個局勢呢 就不好說了 因為城堡時代是可以有效壓制對方的 好頭車再砸一下 看起來這邊建塔有點危險 這邊不要硬挖吧 為什麼會被射死啊 好那義大利這邊前期給的壓力也是給的蠻大的 這邊工兵也是持續做壓力 但是城堡時代投車出來之後 這邊工兵就是會蠟齒 像這樣子 好一下 再來一發 再來一發 導光 欸跑掉了 好 霍西米亞中間建塔騎起來 被我放的部分 雖然這個石頭應該是有機會拿下來了 但這邊瑪瑪一直被暴打有點慘 這邊也沒多餘的肉可以去定義房 欸對方已經有床上面的部分 待會瑪瑪的影響就會更少 這個塔可能要低掉了 這個應該會直接沒了 哇沒低掉 直接少一百二十五十 還有五十木 現在建塔很貴 以前是義帝國的版本喔 建塔是只需要一百二十五石頭的 然後不用五十木頭的 那現在還多這五十木 讓前期的經濟更慘一點 好那目前看起來打起來的結果 台灣 有點落後的 那如果能趕快盡早的把這個 波西米亞給處理掉 那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大大加分喔 波西米亞是一個後期大魔王 只要在前期把他擊爆了 基本上波西米亞這個文明有跟沒有一樣 這樣講是有點 太過分了 哈哈 但自然是這樣子喔 波西米亞等一下前面也沒有起來 基本上後面就沒得打了 好 那目前看起來 台灣隊只要這一波苟入之後 城堡史達有足夠時間農起來 就還有機會喔 雖然分數是稍微落後的 但這落後的幅度並不大 好 好 波西米亞很努力的在夾縫中重生存 先他一直努力插 這邊還補下一個4級 應該是要準備來上到這個城堡時代 那目前升到城堡時代是羅莉 那還有KW KW這邊第一時間會補下他的城堡嗎 這邊是有踩石頭的喔 對方立陶宛也是想來抓一下 但是沒有抓到任何的單位 那待會要插城堡的位置喔 可以考慮插這裡喔 這裡插一個城堡可以控對方石頭 這個劍塔也是稍微可以擋到 而且這邊進攻對方路線也是相當不錯的一個選擇 那這邊選擇是把城堡插在右邊 是為了想要解這兩根劍塔 好 再把這根金晃拿回來了 這一根劍塔也是插得不錯 而且插了偏家裡的位置喔 防守來說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吧 那我覺得KW這一手的確是更漂亮一點 讓我更喜歡插外面一些 差內感覺侵略性不高 但是可以解到這兩個劍塔是蠻賺的 好 那目前台灣隊羅莉莉這邊是打了一個生頭戰術 那生頭戰術要值得注意的事情是 要注意對方的一個投車喔 目前伊拉莉隊不太可能打投車喔 反正是打這個救贖思想的一個招強路線喔 可能會更好一些 好 台灣B隊 經濟上來說 慢慢追得上來囉 時代開始慢慢升了上去 因此 以前上最你配屬才的 會 obe唯 lime 只是握手 表現程中 硬要發動 Iyty 永遠 她 好 這邊頭車直接來痛擊 回射越南這邊 這邊直接掠過義大利啦 哈哈 那目前看起來 土耳其火槍兵這邊出場之後 波西米亞應該就沒機會 但這邊也沒人出頭車有點可惜 這邊最好的方法是 有一家出個頭車幫忙砸一下 會比較好 那現在這邊有上城堡時代就只有土耳其 那土耳其這邊如果硬蓋這個頭車出來的話 需要耗費一些成本的 對他來說是不太健康的 所以前期還是用這個火箱 稍微去砰砰一下對手 但這個火箱兵走的位置我覺得不太OK 為什麼不走這邊直接過去就好了 這邊不敢直接走過來 這邊有TC 這邊可以直接這樣走過去 這裡還有個洞 可能他們這邊也沒有想好吧 或是直接走 走後面這邊直接過去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好 這邊往後走這邊都圍死 這邊土耳其火箱兵做不到任何事 尷尬他只能去追 追這個 追長香兵 這個火箱兵 逛街了 簡單了 火箱兵第一時間就要去做騷擾了 這邊逛街就有點尷尬 這邊進攻路線沒有想好 那如果是把城堡插到這個位置 這邊進攻路線就會走這裡 但是這裡很危險 有這個頭側的部分 所以目前看起來 怎麼打都比較難打一些的 沒有比較一個好打的路線 台灣B隊現在目前感覺上來說 是稍微穩住了一些腳步 但對手 三家都已經上到城堡時代 台灣A 台灣B隊還有兩家沒有上 這有點尷尬啊 這應該是台灣A隊 B隊應該是要四家多上城堡時代 但是 紅色力小 畫太多肉碼跟對方周旋的關係 上時代來說是偏難的 那米奇大師這邊又跟立陶宛對峙的關係 這邊插太多的箭塔 想要開稿的關係 所以第一時間 沒辦法農出更多的經濟 去做一個 生時代動作 那我覺得 米奇大師打的偏難 他這邊箭塔插得跟香爐一樣 看他香爐勒 一直插一隻手 呵呵 這裡總共有幾隻 喔 七七七七八隻 八隻 後方又有這個 壞壞的波西米亞 想要插進來 好 呃 果然有出頭側 開始在炸了 那這邊 頭側的部分 好像多暗一點 結果KW真的也是在這邊地方蓋了 空想的一樣 這邊確實是一個不錯蓋城堡的地方 這邊要小心 這邊頭側 頭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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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槍點一下 喔 秀得不錯 但是沒有點掉很可惜 哇差一滴 但還行啦 這個頭側 就算砸下去應該也不會砸死 火槍變成血量是很多的 我們之前有講到 土耳其的火器單位 血量是非常多的 四絲滴血 頭側一發砸下去還不一定會死 除非完全鄭中紅心 那就另當別論 好 那目前義大利果然還是站上了一點上風 蘿莉這邊其實有點麻煩 面對義大利的騷擾 他要打 也只能打生旅戰 生旅戰的話 兩邊都是生旅 你看我看你 然後升到了這個 城堡時代 點下救贖思想 可以走向對方生旅喔 你問我要不要信教 你問我要不要信教 然後他也問我要不要信教 兩位都在信教大戰 信教 信教 白衣要標準 標準就危險 好 不行了 這邊 時代升不上去 尷尬 這邊看要不要考慮喔 在外面蓋個碼頭 是時候蓋這個運輸船 該撤退了吧 過15號我會想要蓋運輸船 直接來一個環遊世界 一周末旅行流 走車繼續砸下去 欸這個 這台頭車 哇 來不及 KW忙著在進攻 其他地方 並沒有第一時間去看到正面喔 還在農經濟的關係 好 那Lisha這邊選擇很漂亮喔 4TC開農 那確實該這樣打 他這邊生死帶已經偏晚了 這時候趕快來追經濟了 那現在追經濟來說的話 雖然是有點偏晚了 但還是要這樣打 因為不這樣打的話 你更容易打 所以已經開農的一些文明 像立陶宛阿 越南這兩個都已經農得差不多了 那這邊義大利 雖然也有農 但農的專心度 並沒有像其他兩國 農的這麼開心 那待會台灣隊會比較尷尬 是要面對兩家大魔王 甚至三家 那這是台灣隊待會要注意的一個事情 雖然已經擊垮一家了 但是我覺得這邊 維京 升上去時間是有點偏晚喔 因為維京這邊好像是有打海是不是 看起來好像有 哇 越南是把海打贏 有打海啦 對了 米西拉斯是有打海的 所以他沒辦法很專心打陸戰 他是邊陸戰邊打海的 很忙的 好 這邊騎士的部分 看起來沒有太大的特別 好 PC開始慢慢的 插人家木槍是什麼意思 沒事做插木槍 好 頭車慢慢砸進來囉 但是這個土耳其的血量有點偏低阿 沒空好沒空好 沒空好沒空好 沒空好 幹嘛幹嘛想要砸村民結果 想要砸村民結果 在bate 我找到他 我找到他 瑪莉這邊蓋下了大學 上方米奇大師直接走過來要來蓋寶來對這兩個箭塔 好 這個位置其實還蠻不錯的 因為只有這個小小地方 不會被射到 對方沒在空 看到城堡直接選擇退了 那我覺得重點是在左邊這裡了 瑪莉了 好 太好了 瑪莉重點下帝王十代 那待會兒飆和精神出來之後 就可以打一個絕地大反攻了 火箱直接走進去 不是箭塔 開bam 後面運輸船有蓋嗎 好 結果是隊友的運輸船來接他 自己沒有足夠的資源可以來蓋 這邊利用一些村民來拖時間 看到村民報名過來 火箱兵也會瑟瑟發抖 這到底是為什麼 好 好 這邊有足夠的時間抵抗掉了 好 那 確定了 這邊是拖了一點時間 這邊可以再蓋啊 蓋一下 大石牆 或是房子 稍微 阻擋一下這邊行走路線 好 戰船過來 Cover一下 這邊 要來開始避難了 好 來到下方這邊開TC還不錯 如果可以的話 在這邊 這個位置會更好一點 再更下面一點 這裡啊 但他這邊是沒有地圖全開的 所以他並不知道去哪裡開會更好一些 這就證明了 他跟停C隊沒有作弊 聽說送送有作弊 但我不知道送送是做了什麼弊 我說沒有在Follow 昨天那支影片有人說送送有作弊 所以我不太知道到底是做什麼事情 歡迎大家 在下面補充一下 送送做的弊是做什麼 所以送送會這種搶是因為他一直有作弊 應該不會是這樣子 好像有不可能 因為我有時候覺得送送他的一些能力偏強 但有時候會做一些很辣差的事情 所以這樣就好像有點合理了 他的穩定性沒那麼好 但是卻有時候又可以打贏一些高手 這樣好像有點合理 而且是有可能有作弊的嫌疑 好 那這邊利用3巨頭 哇這個是6台巨頭 越南這邊利用10代 直接用強大經濟要來開始捏土耳其 土耳其這邊的兵力 似乎沒有辦法再繼續抵抗了嗎 我相信沒有第一次也回家 選擇了往下走 這邊是要來選擇搬家路線 沒有想要來抵抗 立陶宛的城堡也慢慢插出來 台灣B隊開始陷入了烈士 那重點就是剛剛我們說的 瑪莉這邊如果能逆轉的話是相當好 但如果他出馬的話 意大利又可以counter 所以瑪莉的一個路線 算是從頭到頭被counter的 那如果是直接無視意大利 直接去打內加 這個越南跟這個 立陶宛的話可能就會好一些 那確實喔 那目前羅莉是有掠過意大利這邊的 並沒有一直強攻喔 可是有開始深入後方 那我覺得這一點是相當好的 值得學習喔 這個細節 那這個巨頭一直慢慢拆了過來 這邊趕快撤退 那伯恩蒂這邊 趕快點擊到帝王時代 待會就要趕快來升出 192遊俠 不是192遊俠 160遊俠 伯格店遊俠是沒有品種的 所以這個遊俠的血量會少20滴 只有160滴血 那待會160遊俠出來之後 稍微就可以擋住這一波攻擊 那越南的藤甲攻兵也會比較好打一些 好下方KW這邊稍微拉了一些圍牆 然後讓對方沒那麼好 繼續做進攻騷擾動作 這邊巨頭給的壓力很大 還有非常多建築物 這裡等一下遊俠了 然後重裝騎士 OK馬力準備轉馬了 馬力就是要轉馬 不然要幹嘛對不對 那這邊在升級遊俠途中 拉了一些騎士直接去打 因為三訪金跑了 三訪一跑之後 對方的藤甲攻兵傷害就根本抓癢 也不知道抓癢 就是非常癢 然後後方這邊撤退 看來是敦克爾克 大撤隊已經成功了 這邊成功撤退村民 看到這邊 居然是波西米亞 KW 應該是注意到了 這邊怎麼會有農田 怪怪的 好 頭石車慢慢往上看了 那目前看起來 頭車還是可以給到足夠的壓力 哇這一波抓得蠻不錯的 打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右側的一個部分 目前看起來 越南隊開始被壓著打 我們感覺台灣隊其實 劣勢的狀況 但是他們卻一直有打贏 對面三帝王 我們兩個帝王 可以 看起來怪怪的 這個劇本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好馬力的重裝騎士來了 但是這邊還沒有升那個飆悍精神 好那這邊 伊達利 伊達利 那納拉銀手 能夠產出大量嗎 這門怎麼轉火槍阿 這伊達利轉火槍 我問號 雖然火槍是可以打的 因為它有這個減免的費用 但是我覺得不太適合 這個時候打這個寶兵就OK了 你還有兩座城堡 出了那納拉銀手 應該也是OK的 該這邊TC怎麼蓋了不蓋 他覺得有危險是不是 每頭一皎 發線安全不單純 選擇不蓋 好這邊遊俠直接殺了進來 這邊大量的村民直接被這個普魂帝的遊俠 打爆 這邊阿根提C隊打出了 GG 我們恭喜台灣B隊拿下第一場的獲勝 現在比數是1比1啊 台灣隊這邊進攻打得還算不錯 而且這邊經濟來說 蘿莉這邊打得非常漂亮的 一個人牽制三架 哇他真的是MVP啊 這場MVP真的是他了 那後期我覺得Risha後面前面的騷擾來說 雖然沒有非常成功 但後面這個4TC開農的一個決策 非常的果斷非常漂亮 那當然也是因為伯恩帝可以提前一個 時代生科技的關係 所以讓他的科技經濟來說不會太糟 然後不會太糟的情況下 又可以農出大量的村民 然後轉出遊俠 這個是相當關鍵的 那米奇大士的一個作用 就是拖延立陶宛跟這個打海上的部分 還有波西米亞的攻擊 稍微抵抗 基本上米奇大士也是做了相當多的事情 那KW這邊火槍兵 雖然有點尷尬 沒有做到太多事情 但他的主要功勞 就是來打波西米亞 把波西米亞給端掉 讓其他文明 有其他隊友可以專心 跟抵抗對手 那我覺得這個是台灣隊 這場有一個分工合作 做得非常好的事情 那蘿莉最精彩的地方是 略過義大利 然後直擊越南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確實讓阿根提西隊 沒辦法有太多時間農出更好的應對方式 所以造成他們在帝王初期這一段時間 直接被打破一個破口 然後大家都往這個破口裡面衝 然後直接擊垮阿根提西隊 打得真的是非常漂亮的 好啦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第三場比賽吧 好的 遊戲來到阿根提西隊 對上台灣B隊 目前比分是1比1的比賽 那這場比賽誰贏了 就可以繼續晉級了 那目前台灣B隊這次選擇的文明 感覺是不錯的 那我們就先來看對手了 對手選的是這個阿茲特克 阿茲特克在前期的經濟來說都不錯 應該說是重關來講 整體來說經濟都不錯 而且打海戰雖然沒有比較強 但我覺得他前期可以用大量的經濟壓制對手 是有可能的 那接下來看一下這個綠色 綠色是選擇了馬扎爾 馬扎爾的打法的話比較偏後期喔 那前期的騎士進攻來說的話 會比較算是有一點小小優勢的 因為刺頭有這個鍛造技術 攻擊力算偏高 但是要撐到後期的反驅攻來說是相當不容易的 那接下來看一下這個青色 青色選的是匈奴 匈奴的一個打法來說算是馬攻喔 馬攻路線來說折扣來說非常多的 但是在那一家的情況下還是會打游侠的成分居多 我覺得他怎麼這樣打 阿剛提斯一隊選的都是一個偏後期文明 連阿拉茲特克也算是喔 阿拉茲特克他這個後期棒棒啊 或者是強弩經濟來說 都不太適合打這個 但阿茲有點算偏前期的一個文明 好 那這邊 達魯匹圖選擇 選達魯匹圖了 呵呵呵 這邊達魯匹圖是因為是要吃這個四湖海的關係 那達魯匹圖如果是這樣選擇的話 可能會有點微妙 因為達魯匹圖他在前期的強攻來說並不強 看到帝王是在後期喔 會比較有這個相攻的能力會比較好一些 但這張地圖其實不太適合打後期 因為基本上你前期就可以打爆對手 然後把這個黃金給躲下來 那通常都是城堡時代左右 或是地出時間點可以打爆對手 那我剛剛說的這些東西 都是打一個帝王來說是比較適合的一個選擇 那他們這樣打的話 我不確定喔 這個台灣隊可能會有一個優勢 好 那半蘭婷這邊台灣隊選的是 好 半蘭婷 那半蘭婷的話 阿森帝王時代是數字最快的 到這個成本造價折扣最多的 半蘭婷的一個升級 而且半蘭婷這邊強奴的一個設法呢 是可以打強奴然後打巨頭 開推一個打法 通常可以打一個外加 中兵 然後單TC 然後速帝王強奴 並推進去喔 這是比較熱門的半蘭婷單挑打法跟團戰的方式 那我覺得半蘭婷米其達斯這邊選的非常漂亮 而且除此之外呢 他打海戰也有優勢的喔 海戰優勢部分呢 是打火戰船 是有攻速加成 這並不差 那我覺得選的非常漂亮 算是打一個前期強攻路線 這個半蘭婷選的真的是漂亮 好 那KW選擇高棉喔 高棉這個文明也是喔 也是偏城堡時代或地出的文明喔 因為這個文明呢 雖然異次元農田喔 肉類捕獲會比較多一點 但是他沒辦法打遊俠的關係喔 所以他到了後期打 跟對方遊俠PK的時候可能會打輸喔 那會比較建議他打一個重裝騎士轉大象的方式喔 會比較好危險 因為後期這個高棉大象的攻擊也是超高的 那高棉算是比較偏中後期喔 那算是比較安定的一個文明 接下來看伯伯 欸伯伯這個選擇 選擇 選擇就非常漂亮喔 伯伯不管是打駱駝啊 或者是打這個弱攻 都是有一定的壓制力了 對方的匈奴或者是相公 還有這個 馬扎爾的馬攻喔 都會被完全counter 而且對面敗戰 對面阿茲可能是會轉戰矛吧 打強不太可能 所以目前感覺伯伯是 羅莉士完全可以counter對手的 那接下來是看這個 瑪雅 瑪雅是打法來說 會比較多元一點的喔 他可以轉老鷹飛跟這個羽劍射手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打羽射手會比較適合一點 因為這邊如果打這個老鷹飛的話 很容易被對方騎士爆阿 或者是對方的 阿茲特克棒棒喔 直接給打爆喔 都有可能 所以目前看起來 瑪雅的一個打法 還是比較偏工兵系列的 而且瑪雅的話也是偏前期 那羅莉這邊是 中後期的文明 那我覺得目前台灣隊的選擇是比較好一些的 這個都有考量進去喔 這個他們的選擇都是不錯的 那目前台灣B隊的一個選擇 算是有六四開有啦 至少不是五五開喔 至少是有蠻大的優勢在 你看這個前期前面這邊 只要升到時代之後 對面也不一定打得贏 欸這邊台灣隊這邊升時代慢了一些 好火魔桶出來 時間會輸 那魚團可能要先拉一下 好這邊魚團稍微拉一下 拉拉拉快拉快拉 拉拉拉拉拉拉 拉拉拉拉拉 哇靠這邊怎麼會有 炮爺的碼頭 直接跑到後方 又來盧盧小小 而且是雙碼頭 這個太狠了 注意看這個男人實在是太狠了 第一時間居然跑到對手的後方 蓋了兩個碼頭 然後開始火火戰船開燒 實在是太無情了 後面的川民算被收掉了 沒有辦法來修戰船 稍微可惜了一點 但是這邊只要做到這個火魔桶的騷擾 這算是一個不錯的發展 但是他自己犧牲掉了左邊上方的這個大魚尺 這有點小小的可惜一點 好目前前期就是一個 海戰你燒我燒你的一個動作 欸就個這邊敗戰艇怎麼活 怎麼打輸了 是因為生時代輸的關係 所以第一時間打輸了 結果對方撤了 直接被扁爆 畫面看起來怪怪的 怎麼打輸了 正想說這邊 敗戰艇 海戰能有一個不錯的發揮 結果 不是啦 好 那第一時間 家裡也是受到輕擾 難怪前面打輸了 沒辦法 好 那目前 拉根提C隊 這邊長攻打的壓力很大喔 這邊肉馬跟村民喔 直接硬插這個劍塔起來 但是還是損失大量的村民喔 目前台灣B隊 這位米其大師喔 24村而已喔 透明術有點慘喔 我覺得 輸了兩一半喔 我是不是奶到台灣隊了 我才說台灣隊的優勢很大 結果 欸靠 欸靠這個 欸 欸不對欸 這個戰場實在怎麼那麼多啊 哇 台灣隊有希望了 只要燒掉那家這兩家的漁船 基本上就鑽爛了 有望了 台灣隊有望了 這邊 直接打爆後方戰艦 BG4米打 海戰也稍微退了回去 雖然陸地上來說生活無法治理 但後方高免農田經濟也會開始好起來 而且這邊出的肉碼有點蠻多的喔 這邊是有點異攻對不對 好 異防 先點異防 沒有點異攻 好 喔 這邊點品種 蘿莉點品種 之後要怎麼打呢 想個下想個下 品種這邊總共有7隻刺猴 7隻刺猴 但是對方已經 拉進來了 阿姿直接用叉叉 出這個 工兵 這個戳戳實在太痛了 雖然有品種還是被戳爆欸 對方的長槍實在太多了 硬吃有點傷 好 但至少還是解掉了 好 那米奇拉斯這邊選擇的是 沒有出工兵 而是選一個劍塔 插家裡的方式做防守 那我覺得這個防守方式來說是 還ok的 並不會太差喔 這個選擇 那這邊待會這根劍塔 還是要插一下這個位置會比較好一點喔 待會再補一根 不然這個小金跟墓區喔 可能會有點難守 這邊待會他再圍到底 沒有問題 雖然米奇拉斯前期被收到重創喔 但是後方這邊 少爺喔 拿到巨大的勝利喔 後方 這邊 為什麼 我先解釋一下 為什麼他們後方會打輸喔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綠色 剛剛也是跑去打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紅色這裡喔 那 這裡也是喔 匈奴也是 這個WP2也是喔 直接打一個強攻路線的關係 所以導致他們的經濟來說 前期被弄爆了 那後方就不能專心出戰船 而且這邊少爺拿到後方的魚死之後 這邊可以一直開始補魚 雖然這邊沒有打贏喔 但是這邊還是可以用這個自爆船 去慢慢把這個優勢放回來 也可以拖到阿茲的一些經濟喔 披他出戰船喔 做防守 我們要幫他好好農 這是一個蠻關鍵的一個重點 基本上 少爺一個人 拖垮了三家的經濟 這個是相當重要的一個細節喔 那這邊米奇拉斯雖然這邊經濟 被受到了一個非常慘的一個結果 村民已經少了大怪 快要10隻左右 但是這邊海戰打贏之外呢 自己家裡喔 又守下來了 這個我覺得蠻關鍵的 雖然這邊前期前面的騷擾 可能會有點沒辦法 做出太大的改變喔 那目前台灣NB隊內加部分是比較OK的 外加來說都是比較慘的 因為外加做了比較多的一個戰術選 所以導致他們在前期的決策來說 會比較難過一點 但是好處是 只要經過這段時期之後 他們的內加就會來幫忙 就像現在這樣子 騎士會第一時間來拯救他們 但是他們的外加經濟也是很好 你看這個時候他們已經算到 神保時代的奴兵都出來了 我的天 這個騎士一直沒有打好 趕快拉更多刺頭過來解一下 發傷力也不太夠 好這邊終於解掉了 那目前少爺TI 這邊已經生10代了 好下方這邊戰船依舊在打 但現在台灣B隊 魚船部分是有巨大優勢的 那後方的魚船是爽爽 上方這邊也是慢慢打了回去 海帶方面沒有辦法讓對方過得太舒服 這相當重要 但是對方已經生10代的關係 可能戰船部分會有點打樹的狀況 但是中間要趕快開金礦處 這邊就很重要了 這邊要是能開起來金礦 就是一個重大的決勝點 這邊還有蓋房子 去預測對手會在哪邊蓋TC 蘿莉的實力有點猛 雖然這邊少爺戰船可能會打輸 但沒有關係 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可以再嘗試再拿回來 垃圾 好 那目前台灣B隊中間的礦慢慢搶下來之後呢 左邊這塊區域喔 要稍微想想怎麼打下來會比較好 因為目前他們的一個狀況是 要對阿茲造成傷害是比較困難一些些的 這邊直接殺了過來 阿茲這邊大量工兵直接處理掉 我才剛講完他就被處理掉了 我的天 台灣第一隊打得非常漂亮 雖然綠色很努力在擋 但是蘿莉一個人直接打爆兩家 工兵阿茲的工兵直接被收光 那綠色騎士也是被吃掉 哇 阿茲的前期經濟實在太好了 你要拿下他其實不太容易 這一波砍了一波騎士 能解決掉嗎 我顯羅莉一再一打二 那這邊海戰部分戰船一直有在出 那還行 那邊目前雖然 瑪雅這邊沒有在出工兵 專心農 但我覺得是件好事 因為對方的阿茲已經投資了太多經濟在海戰 而且這一波工兵送完之後 基本上就不能繼續打了 但我覺得左邊這邊拿下來之後 台灣隊應該就是穩了 因為他只要一枚工兵 然後又沒有經濟可以濃起來的狀況下 他是很難在有一個戰力的一個存在的 那基本上可以算是戰力外 阿茲現在已經沒辦法做出 可以對戰場有效的一個改變 那反而是台灣隊這邊 KW跟羅莉兩個內加 摩得很好之外呢 外加的 馬來亞 這邊經濟也是非常好 3TC開農之外 後面還有大魚池 可以讓他爽爽的吃薩西米 對不對 這個怎麼看台灣隊 可以講那個字了吧 五文 我是不知道結果的啦 但我覺得是五文了 台灣B隊感覺是挺穩的 雖然右側感覺有點被壓回 但其實也沒有啦 雖然這邊 海戰部分 稍微輸了 但沒有關係 他這邊是主要 工作是戳對方時間 那待會辦案題上城堡時代 好 就可以來蓋TC阿 或是直接酸強弩 也是可以阿 但我不太確定米西大要怎麼打 米西大師這邊 由於沒有海的經濟 跳時代開3TC 都不太方便 所以這邊兩隊直接壓進來 這邊可能要扣一下隊友 這邊KW雖然經濟很好 但是他現在太努力 站中間的部分 所有的兵都在中間 這邊可能要 扣一個魯扣 扣一個魯扣回來 他們趕快回來 這邊也是喔 蘿莉可能要趕快回救一下 外米西可能會直接被滅過 那這邊村民已經大量被塗了一波了 雙兵正面 KW現在騎士出量不夠多的關係 所以現在要打 不太可能打得贏 喔 呃 目前台灣 台灣B隊只要把右邊這裡的兵全部解決掉 基本上就死拿絕穩了 但這邊的救援部隊還在路上 那目前看起來台灣B隊的一個結果 應該是沒問題了 中間的大量的金礦都已經拿下了 那只有灰色一個人想把中間的金礦拿下來 然後這一波軍隊打贏了 就拿絕穩了 那這邊兇奴的騎士也是直接被大量的騎士包夾吃掉了 工兵也全沒了 漂亮 這一波殲滅戰打得非常OK 中間達魯P圖想要來蓋TC等著看到城堡 沒辦法 這邊還有蓋子炸藥桶是要來炸TC的意思 好那這邊Maya想要 阿茲想要把這塊金礦拿回好直接蓋了一座城堡 那你們看這邊工兵數量很少 因為真的他的3TC打法的關係 所以經濟來說 沒辦法出太多工兵 那他有開第二個TC 雖然稍微補一下經濟 但是也沒辦法補太多 那這邊 國力駱駝出騎士沒有出弱攻的部分 打起來還算是偏穩定的 那少爺這邊待會要出魚射手了 OK沒錯 魚射手開出 他出魚射手 那一家出騎士 國力這邊嘛 就還有這個單位的減免 好 魚射手 雖然不夠 直接被吃光 對方還有彈道血 射得非常準 對方打斑 對方打斑 非常火熱 但是我不想多說什麼 我就有點緊張 因為看起來台灣隊是非常 穩的 OK打贏了 感覺看起來有點五五開喔 沒想到這個上坡 有oder 耶 進行 hiçbir 進行 拐 拐 牠 芭 dingen 蠻 帶 你 那 ... 你 恭喜台灣隊拿下了2比1的獲勝 哇台灣隊打的後期漂亮喔 這個劇本跟我想的一樣喔 因為他們這三家都是偏後期帝王文明 但是他們卻打一個強攻路線 對他們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喔 而且再來就是他們要打強攻就算了 後面這邊魚又被燒爛 這邊燒爛之後內加又沒有足夠的經濟要來支撐後面的戰場 這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 那台灣隊這邊打的真的很漂亮喔 海戰全贏啊 除了下面這邊以外 那基本上只有WP圖一個人有拿下海域的話 其實對戰場來說沒有太大的影響 那最終影響的話還是要拿下中間這塊地區喔 那台灣隊很早的時期喔 結果在中間開辟鄉土的關係 所以讓對方第一時機喔 我們要把他拿到一個好的位置喔 所以這邊部分我覺得台灣B隊的縱觀來講 選擇文明來說也算是比較有優勢一點的 那戰術選擇打法也是非常漂亮的 那海域的方面我覺得 這個真的是太扯了 這個少爺外加雖然感覺好像被搞爆一樣 但其實他是最大功臣之一阿 台灣B隊真的是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再更強大一點 但我覺得蠻奇怪的 他們這麼強卻沒辦法進到主賽事 這讓我有點意外阿 好那我們恭喜台灣B隊拿下這次的比賽阿 那經濟部分我們稍微run過一下就好了 那經濟部分KW 經濟不錯 那蘿莉經濟也OK 那瑪雅這邊是這一層阿 明明是一個人搞三家 但經濟卻是第三名的 厲害厲害厲害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要再幫我按下訂閱 那也記得按這部影片的喜歡阿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